像剛剛提到的海洋困境有四大類 這樣過度移到這個海洋困境 其實像一般大家在吃海鮮的時候 就可以多注意 中研院或者是中研海螺 那個WWF他們都有出過海鮮籍 就是告訴大家說有一些物種 像鮪魚它其實已經冰尾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不要吃這一些冰尾的物種 那中研院的海鮮籍呢 其實在網路上好像都可以選擇 我就可以看看說哪些東西是 你其實你不是一定要吃鮪魚 你才可以生存嗎 你可以選擇別的物種代替 比如說你可以吃秋刀魚啊 你可以吃靜魚啊